最後最後才有醫生發現說 我的腸子裡面有結石 蛤 它卡住腸子 所以就 腸子會結石 酥尿管結石 因為腸子跟酥尿管都重疊在一起 所以它看你以為是腸子結石 不是 是酥尿管 沒有用過腸子結石 腸子比較粗 腸子結石 什麼叫腸子結石 我們叫鼻肉 就是有一些東西 確實會造成腸阻塞 它是一種叫做 你吃的一些東西卡在那邊 進入大腸的交界 卡在那邊結果 就造成腸塞一樣 所以才會發炎痛 對 之後很荒謬的是 它就叫我說 你回去繼續吃止痛藥 然後多喝水 然後你就一直跳一跳 什麼東西 就離開下來嗎 就離開那個位置 感覺好像那個醫生在這裡 開玩笑 真的 真的是耶 最後怎麼處理 它是說不用開刀 因為它看到只有一顆 它就說 你就喝水把它排掉就好 所以我其實現在不確定 它還在不在 不要聽 不要聽 我們想要三四天就併發了 其實主要它還是要看 酥尿管結石的位置跟大小 因為我們酥尿管的直徑 大概只有0.5公分 所以你石頭效於這個直徑以下的 大部分都可以自己排出來 所以你基本上你吃止痛 第一次不痛嘛 第二多喝水 你可以趕快把石頭衝出來 然後再來跳一跳 就是有時候動一動 它真的 它酥尿管真的會掉 真的嗎 它真的會掉 所以它不是 我騙你的 不過既然有酥尿管結石 就是要定期追蹤 因為它是有可能在復發的疾病 所以你還是要再回去檢查一下 半年了 而且你會不會 尿尿會痛或是幹嘛 不會 都不會 這不一定 因為你有時候你 你以為你排掉 其實它沒有排掉 它真的卡住的時候 你就不會痛 它越長越大 再來看的時候 已經兩三公分大 就很麻煩 所以這個其實不一定 我們都會建議你 還是要回去做 不然就照一下 照一下看它有沒有 最準的 再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是上腹痛來的 然後她一直吐一直吐 那她其實前面 已經來過急診了 但是她所有的抽血的報告 都正常 所以我就根據她抽血的報告 然後再看她 再多照了一個肚子X光 我說沒有看到什麼 真的只是看到 肚子裡面蠻多的脹氣跟大便這樣 所以我就幫她灌腸 那結果護理師要叫她的名字 走去護理站的時候呢 她就發現她是有點半彎的 而且她像鬼這樣 從我旁邊這樣飄過去 她完全不能夠讓她走路有震動 這樣子 對 那我就說 來你來你來 我再摸一下 結果她雖然說她是上腹痛 結果用力壓她的下腹 我手一放掉的時候 她就大叫 所以她最痛的地方是在下腹 那趕快幫她掃個潮音波 就發現哇 骨盆腔裡面都是那個濃濃的水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再仔細一看 她其實她卵巢旁邊 卵巢上面有一顆一顆小水泡 但是有的水泡看起來好像是破掉了 有一些殘骸在那邊這樣 那就趕快緊急照會那個婦產科醫生 就幫她做了手術 結果她在回溯 其實她是兩三個禮拜前 跟她先生做完那件事情之後 她就有大痛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下腹悶痛 但她一直拖著 那她很特別 她白血球也不會高 她也沒有發燒 所以她就覺得應該是沒有關係 可能真的只是便秘 所以她就拖了很久 拖到整個腹腔發炎 那她會吐是因為那個濃水啊 影響到了整個腸子的運作 所以那些腸子 她是像阻塞 可是她其實並沒有真的塞住 然後但她就會一直往上吐東西 東西都下不去 腹痛痛也真的要人命 她提醒大家 都了解自己的位置 跟內臟的關係 都了解自己的身體 當疼痛發生的時候 及早就醫 對症下腰 你會減少你不必要的痛 對不對 對 謝謝大家 沒有錯 謝謝 流感席捲全台 約有一成的患者 有嘔吐腹瀉等腸胃道症狀 一吃東西就拉肚子 很多人怕拉肚子 只吃白稀飯 但白米經過熬煮後 會把酵素煮進週內 造成胃酸分泌增加 更加重了腸胃道的負擔 建議在急性腹瀉期 先空腹一天 配合大量飲水 再從米湯開始 做間接性的飲食 或直接細嚼蔓延白乾飯 配合適當的攝取電解脂水 才能再恢復起鞏固腸味道的健康 夏天女性因為流汗多 水喝的少 加上身體結構的特色 尿道長度約只有男性的四分之一 所以天氣潮濕的時候 就容易得到泌尿道的感染 而蔓越莓裡的花青素 是有效預防尿道感染的 一個重要成分 因此女性的尿道 如果尿道短 水喝的少 就不容易將 沾黏在尿道壁上的細菌沖走 而蔓越莓本身就可以抑制 細菌沾黏在尿道壁上 而含有花青素的食物 主要它的特色為外觀為紫色 例如火龍果 葡萄 茄子 及紅鳳梨等食物 如果適當的攝取 就可以有效預防尿道炎的發生